歡迎收看 媽媽老神 生小孩騙鬧劇 到底誰是豬隊友 結果你知道我老公做什麼嗎 妳看起來好胖 醫生說妳要生之前 妳要多多運動 他就直接拉著我說 老婆有快樂 我真的好緊張 等一下如果生出來怎麼辦 媽媽生孩子苦難多 注意隊友把他變成鬧劇 今天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和老公代表 分享媽媽懷孕前後的荒唐事 到底是誰做了哪些蝦事 讓媽媽欲哭無淚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我還是我記得我那時候生第一胎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很緊張 然後記得我去看診的時候 就是現在的診間有沒有 就是妳進去的時候 旁邊還有兩三組在等 那我那時候在旁邊等 然後前面就有一組跟她的老公 然後那個老婆就跟醫生說 醫生醫生你跟我老公說 說那個症痛到底有多痛 他都不相信 他都不體貼我 然後醫生在旁邊 老公在旁邊就在站著 醫生就緩緩地問那個老公說 妳的手有沒有被車門夾過 然後老公就 所以我告訴你 症痛就是 五分鐘被車門夾一次 妳自己夾三分鐘 妳說痛痛 然後老公開始臉色很白 然後我在旁邊我很害怕 所以換到我問者的時候 我第一句是 因為啊 你嚇到老公 嚇到前面那個人 嚇到你 對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我想說這也太可怕了吧 然後突然發現 其實在生產過程中 有很多啊 其實很害怕的事情 可是也有人說是 那個生產的時候痛 是自然產 啊 駝腹是生完之後的 對 對啊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 生產之前聽到很多的意見 可是那個東西呢 其實到最後就讓我們自己很害怕 對 所以今天要讓媽媽來聊一聊 他們在生小孩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呢 我們就從生產前來看看好了 下個月就要生了 這時候還有人來鬧你 怎麼回事 通常 我其實我要講 在懷孕這段期間啊 女人在懷孕這段期間 老公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老公當得好 老婆就是水當當 老公當不好 老婆哈哈 真的很辛苦 像有一次 我記得我跟我老公在過馬路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紅燈一亮 我就想要我們兩個 就本來要過馬路 可是我就看到前面好多個小情侶 都牽手過馬路 可是我老公就自顧自的往前衝 他也不管我有沒有跟上 然後我就覺得蠻不高興的 所以那天我吃飯就一直臭臉 然後回家他就問我說你怎麼了 我就說 欸 你都沒有想過我懷孕你過馬路的時候 應該要牽我 至少要看看我有沒有跟上吧 他就說 我老公也是好不好 而且你一直覺得我沒有懷孕 對啊 一直覺得我不是懷孕 你好像覺得我沒有懷孕 就是跟你幫你當其他女人一模一樣的對待 對 這樣就不會覺得有差別 你知道那個你在真的過馬路 你知道倒數三秒 他硬要過喔 他不知道我挺得住 他們都沒有 欸 超過身就過了對不對 三秒 對啊 欸 你就被撞到了 他以為那個汽車會 那個停下來讓孕婦還怎麼樣 他自己就三秒這樣衝過去 然後我在那邊挺得住在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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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貼心欸 對 這怎麼回事啊 那天那個例子沒有牽過馬路 那又怎樣 我老公一直沒有把我當孕婦 可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屬於比較矯健的人 我大概是在 我做重訓還有在跑操場 大概到我生的前一天 所以我一直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孕婦 然後我懷孕大概八九個月的時候 我還挺得大肚的跪在地上擦地 然後有一天我在擦地 我就感受到我老公一直在看我 我心裡想說天啊 他一定要說什麼感人的話吧 因為這種畫面就是上帝 有個月 上帝也哭泣啊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我老公說什麼啊 他說 妳看起來好胖喔 他好字還拖長音喔 他說妳好胖 我心裡想說天啊 我懷孕九個月 我覺得我跪在地上擦地耶 他現在活著我 我人是不是很好 聽到那麼多例子 其實我覺得我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像我那時候就是要準備要生第一胎之前的前一兩個月吧 那時候真的就是 我覺得 生第一胎真的是沒有經驗 然後就是情緒會變得很緊張 然後很害怕我 那陣子真的是每天晚上睡不好 然後晚上到中後期就是 很容易睡覺睡到一半 然後腳抽筋 就是小腿會抽筋 然後一抽筋起來真的是痛到快死 然後我就有時候有一次真的是痛到不行 我半夜我就跟我老公求救 我說我抽筋老公有抽筋 然後你知道嗎 他明明就半夢半醒 可是他手勁真的超強 他就直接從我的腿這樣狠狠的這樣拉直 我真的痛到崩潰大哭耶 然後後來就是 他為了要彌補他那一次的失誤 他就是 從隔天開始 他就每天幫我睡覺前都會幫我按摩 按摩小腿按得到神 是不是就是 對 是不是很幸福 可是生完之後什麼按摩 沒有啊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抽筋 我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說 忍耐一下他等一下自己就會好 我心裡想說 如果那時候我在水嶺 你叫我忍耐一下 等一下我早就溺死了好不好 對 我覺得生產前跟產後 真的待遇差很大 男生真的要懂一點一點 孕婦會面臨的問題 可是他很難有同理心 那我給大家一個升級版 我以前教過大家 男人在婚姻當中存活最重要的是 Label 1就是不要說出心裡的OS 但是Label 2要進階 當你想要講的時候 要忍三秒鐘 Label 3就是要學著說謊 就學著說謊有點很重要 而且要說到有一點點 人家聽起來不會太假 可是在生孩子 其實我先講 你要讓男生懂所有的東西 其實有點難 我先講世界趨勢 懷孕三月開始 爸爸要幫太太抹韌成雙 懷孕三月開始 要注意太太的不舒服 可能會在公司職場受到欺負 你要去安撫她的性 那最後一趴在9到10個月 快戴產的時候 太太的身材變形 董事的上道的老公 不能評論任何身材的事 再講只會傷感情 她心情會很不好 所以不會控制到生事 一點點但就不要再講 再講到時候老公又加入 你看 那變種其實下肢的總難免會有 先生要做的事情 就我剛剛講 其實就按摩按摩 其實按了通常是不會有效的 但是其實媽媽心裡會比較有效 對 而且從剛剛的例子 大家已經學到一件事 所以如果看了老公就要記得 你懷孕的時候 惹入了你老婆的任何一件事 在你兒子結婚那一天 她還會被拿出來 就是隔20年她一樣會被禁 對 但是所以你在生之前 好像心裡不只生理 心裡有一些些 不能適應 因為其實我是到 我一直工作 工作到九個月 然後最後一個月就想說好 那就是那一個月 我就是完全不工作 就在家裡好好的準備 就是要生 可是因為我就是 就是那時候其實 沒什麼就是懷孕的感覺 因為前面都在工作 然後那一個月我突然覺得 我的人生被掏空 我就只有 我只剩下的就是我的肚子 跟一個人坐在家裡 每天就是一個人 然後停著肚子 然後坐在家裡 然後想說老公去上班 我要上班 對啊 什麼時候要生 妳不覺得很開心嗎 妳就開始弄零食 其實有話 沒有 有時候當然妳會很期待 可是有時候 另外一個方面 妳就想說我現在是一個 只要負責 就是我的生命只有這個 只負責生孩子 我只剩下生孩子 我沒有在工作 我沒有任何的 對 我就連想要跟姐妹出去吃個下午茶 我都會覺得 不行 我現在沒有在賺錢 我不能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有一天我就想說 好吧 那 因為那天老公特別晚回家 我就真的又更悶了 然後說好 那就去 去河濱公園走一走好了 然後就帶著一些食物 然後就走到河濱公園 然後就找了一個椅子 然後坐下來 那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 風在吹 然後天色慢慢變暗 我突然覺得 好傷心喔 我好傷心喔 我好傷心喔 而且河就在旁邊 對 走下去這樣 他想說一個孕婦 然後到河濱公園 就有點淒涼喔 對 而且 我就默默眼淚就流下來 然後 欸 哭什麼 不知道 我就開始哭 然後就 而且是越哭越誇張 從慢慢流眼淚到 開始錯氣 後來就默默的 聽到有一些阿公阿嬤 就用台語言說 這個可能單親媽媽啦 為什麼 不是 但是覺得 我當下給人家的感覺就是 是一個單親媽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 這種感覺 其實這個好像真的很容易 好像會 對不對 這種狀況 算產前憂鬱吧 對啊 因為大家以前名詞都聽到 產後憂鬱症 其實現在標準名詞叫 中產期憂鬱症 雖然就是因為 從懷孕開始其實就會 然後這個非常典型 那很多東西會誘發你的發作 其實主要是 科根荷爾蒙 還有不確定感 孕產期的憂鬱症 其實我覺得 要值得注意在於哪裡 如果超過14天 你這個哭 生完了14天 還是想哭 河邊徐徐 涼風吹來 你不會感受到涼意的時候 反正是一種悲傷的時候 14天以上 要找醫生才會注意一下 持續的 對 連續14天 不是 超過14天 還是這樣子 因為這種情緒的波動 在前14天是合理的 你光餵奶不舒服 你想到你餵奶不容易順 甚至於你傷口有點疼痛 甚至於 本來老公陪你7天 第8天開始他不在你身邊 你以為莫名其妙 是 浩哥產前產後做的怎麼樣 對 其實我覺得 我做的其實還滿100分的 而且那個時候 明明快生的時候 我都常常問他說 你知道我是哪裡人嗎 他說哪裡人 我說我是三肢人 我說為什麼三肢人 因為我有支援支撐跟支池 對不對 所有這個三肢 應該做的這個三肢 我都做得到對不對 甚至 你說原支池 因為我們家是這個 這個樓中樓 所以有時候因為你知道後期 上樓梯有點不方便 我都要在後面這樣 像那個大手推小手這樣 把他這樣 把屁股這樣推上去這樣 對不對 然後甚至他說有時候 他要我們講的是支援的話 他晚上就說 我好想喝什麼東西 立馬不說你要吃什麼 鹹酥雞是不是 啪就開出去 喝什麼 甘蔗吃是不是 後來我發覺 所有他開的這個清單裡面 甘蔗吃最難買 現炸的甘蔗吃 甘蔗吃真的不好買 有啦 現在市場要現炸的很難 就後來被我發現到 走路在我們那個家裡面 30分鐘裡面有一攤 然後我就每天早上 就這樣走路走 因為那邊很難停車 我只要用走 30分鐘走過去 又30分鐘走回來 那時候在七八月的時候 每天回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 那個漢山都淋濕了 然後就拿給我老婆說 來吧 這是一碗鮮炸的甘蔗吃 然後他就喝了以後 就覺得好感動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個 他產前這些所有的支持方面 其實都做了大概都有100分左右 好 我跟你講 他為了滿足他自己的私慾 他呢 就竟然在那時候 那陣子我要生的時候吧 大家不是很流行那個抓怪嗎 抓寶可夢 對不對 我老公很誇張 他竟然跟我說 老婆我跟你說 醫生說你要生之前 你要多多運動 我要帶你去那個一個地方 然後他竟然就說 來 我們就坐上266公車 直接從台北市直達那個北投運動公園 你在運動到北投 你知道那邊的人 一邊散步啊 坐公車到北投 台北市到北投 其實那公車這樣 一站一站顛簸 好遠 而且不能開車 一個小時 對一個小時真的 而且那時候又塞一堆人 又要往北投那邊衝 而且那裡超多人 所以其實真的我這樣坐 光來回至少已經三四個小時了 那他呢 他就說好 我到了北投運動公園 我想說應該這時候 中午12點 應該大家都沒什麼人吧 錯了 一堆人 人山人海 然後整個像上司病狂 你知道有一個 就會有一個 其中就會有人說 欸 現在有快龍 走走走走 這樣一堆人就 然後我就往那邊去 然後我老公呢 他真的以為 就是我也是 還沒懷孕你知道 他就直接拉著我說 老婆有快龍 他說是倒數三分鐘 三分鐘要到那個山頭 那裡去 我說 我真的不死 拜託 三分鐘怎麼可能 三分鐘 他要衝上那個山頭 我真的 我說拜託不要 而且真的旁邊的人 你知道會一直 會幹你拜託 我真的好緊張 我說我真的捧著肚子 我拜託拜託真的不要 我等一下如果生出來 我這樣怎麼辦 我這裡沒有什麼醫院 我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他說那不然 好了 你到那個Seven那邊 山下有一個Seven 你就去那邊坐著 我等一下 你手機拿來 然後廢話不說 他說他就直接衝走了 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哪一間Seven 你知道嗎 最後 他找不到我 他說要到快龍 重點是我手機 他手機也在我手上 所以我要打 我打他手機 你連拼我還手在講 手機都在講 你不知道他到底在哪等你了 對 我就照片了所有北投的Seven 所以這個男人不太可靠 所以我們還是去教媽媽自己怎麼樣去面對 快要生產生理心理上面的痛苦 在台灣單產婦是滿幸福的 因為大概你就按著醫院幫你安排 大概就不會太大的困擾 那在中後期 其實像在三十六七週 絕大部分醫院都會跟你準備生產的一些資料帶 包含提醒你什麼時候要到醫院來啊 然後到醫院可能會有哪些流程啊 包含現在有所謂的生產計畫書 生產計畫書有點超國外 不過我們國內有點修正 就是有時候你臨時陣痛去那邊 你什麼話都講不出來 你腦袋也不清楚 生產計畫書可以提前寫好 包含你可能要不要做剃毛的準備 要不要做貫草的準備你的食物 甚至我那天看到一個最誇張的生產計畫書 上面有寫說 如果因為個人喜好 我有權利可以更換護理人員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他寫了 你知道我們那個地方是超級尊重產婦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我剛才講生產計畫書 其實你可以事前趁你還有理性 但是對於媽媽的部分 我倒是覺得一個簡單的準備心態 就是 其實真的 積極控制體重 對你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產後比較不會後悔 產後就沒有那麼多體重要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保持 因為我們 當然因為有些人孕前 就不太喜歡運動 我叫你懷孕的時候 積極運動這不太可能 可是我們比較 在懷孕過程當中 如果有人陪你運動是最好的 像這種老公陪你去 雖然我覺得有點過頭了 但是 如果我老公不行 其實 會不會現在有很多 非常帥氣的體適能老師 他可以做這個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樣可以 只要老公肯出錢 那天我太太都給我看他的體適能 他想要去上這一家體適能的老師 他給我看以後 我馬上每天陪他去外面散步 算威脅 所以你知道要學著資源比較 才會要到你要的東西 那最後一個其實我會建議很重要 就是 因為網路往往會傳播令你擔心的訊息 可是我常說這些訊息發生的機會 實在太低了 那我很多病人會問說 我會不會生產的時候生到一半生不下來 會不會發生ABCDEFG一大堆不幸的事情 我都跟他講說不要看 看了再問就容易中 所以為了你的安全 你一定要朝光明面 比如說多聽聽這種到北投公園 多快龍 雖然都沒抓到 但是生產很順利 這種事情比較好 對 不過剛講的是生產前 那今天到了生產當中 已經一個推進產房 還會有豬隊友嗎 其實我在生的當天我還不知道 就是我還那天晚上還跟就是 老公還有老公的朋友去大吃那種 就是吃烤肉 吃吃吃吃吃到一半 我朋友就開玩笑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生啊 我就說要生 隨時可以生啊 其實也沒想那麼多 結果回到家 突然覺得 我的肚子好像怪怪的 但是因為我從 就是一直以來 運氣都沒有任何 沒有曾經肚子有痛過 所以我想說完蛋了 這是要生嗎 然後去到醫院的時候 我就跟護士講說 我覺得我要生了 他就一看他說 你生個還沒啦 可是他因為 那時候我已經是滿了 已經是滿周數 所以隨時可以生 然後護士就說 那你要不要生 我說好 那我生 然後護士一打下催生 我立刻痛炸 那個瞬間的痛度是 一分兩分三分四分五分 超快的上去 我就跟護士說 我要生了我要生了 然後護士又說 你要去灌腸 要把你 因為我剛吃了很多東西 晚餐 要把東西都用掉 然後我就拿那個護士 給我的東西 我就走進廁所 我在裡面待了很久 我想說 怎麼辦 對 我這個東西怎麼用 我說這什麼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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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都會點眼鏡 對 點眼鏡 然後我老公可能也想說 我怎麼那麼久沒有出來 一定發生什麼事 他就趕快進來 我說你在幹嘛 我說我沒有用過這個 我不知道該怎麼用 他說你就把它插進去 然後我說 插在哪裡 我就很難說 插在哪裡 老公就說 就插在你餓餓的地方 我說 在哪裡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 因為已經開始 而且已經開始 已經開始慌亂了 已經亂了 然後不知道什麼 老公說好 那你就沿著後面慢慢的找到 這個以後就放進去 就很有畫面 很大聲 他老公 他老公其實也算有耐心 循序線算用 因為我已經崩潰了 我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然後老公就在外面 我在裡面 我們兩個就這樣子互相溝通 後來就聽到 旁邊就開始會有人在嬉嬉 是不是已經在笑了 我就覺得已經滿糗了 然後生的時候 我就先進去 然後但是我內心 腦子一直在想的是 老公等一下要進來 老公會從哪裡進來 因為我很怕 因為我在生之前 就聽說過 千萬不可以讓老公 看到你的身材 不然的話 老公這輩子可能 不知道會想不想要再碰你 所以我那時候腦子就 滿滿想的都是 老公什麼時候要進來 然後後來老公是從 這邊進來 老公一進來 我是立刻大喊說 過來 老公就立刻說過來 我還叫他眼睛閉著 然後他就過來以後 然後 那整個生產的過程 我就一直在瞄老公 很怕老公跑到那個位置 最後我想到一個很好辦法 什麼 我叫老公一直手扶著我的頭 不能離開我 然後他手扶著我的頭的時候 我就有 有辦法就是 用盡全身的力氣去 因為我確定 他在這兒 他沒有去看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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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效果真的超棒的 不然的話 你真的會 效果真的超棒 要不要進來就好 對啊 因為你要讓老公看著 你身材到底有多辛苦女生 你要讓他知道那個 你為何孩子 不能體會 好像鬧劇喔 一準穿了 但是這個是兩小無猜 這個就是非常有趣 我覺得 因為我反而鼓勵他這種行為 就是 什麼都不懂就去 不會就問 因為我們在台北發現 另外一種趨勢 因為很多都比較資深的 我們是35 37歲 一堆這種生孩子 那很多都高階主管 他很擔心太早來 或者資料沒收集權 或者是沒弄對 被退貨或者被笑 上次就有這種病人你知道嗎 他其實是第二胎 但是比較高零40歲 他就很怕被退貨 余在家裡怪怪的 說這個又不像 不像他第一胎 結果等到他真的痛 比較嚴重的時候 計程車伸在我們後門 真的還假的 整個計程車伸在我們後門 整成這樣子 對 所以有些病人 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忍 早點來 然後被退貨 也沒什麼了不起 覺得大部分的醫院 不用太擔心 24小時之內 反覆來急診 是不會再收費的 所以費用也不會支費 我跟蘇宇一樣 我也是催生的 因為我那時候 在36週 我就有聽說 好像寶寶已經可以 開始準備要出來了 所以我就從36週 一直等 37週也去看醫生 38週 39週 一直到了40週 寶寶都沒有出來 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就一直問醫生說 我要不要打催生啊 可是我的醫生 他就是比較崇尚自然的 他說沒關係你就等 可是我在這之前 我做了好多事情 像譬如說跑步啊 然後深蹲啊 還有卡拉皮啊 還有一個就是吃中肝湯 我聽說吃中肝湯 比較容易處理 想說多吃一點 看可不可以讓他 趕快生下來 我就覺得催生真的是 很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大概到幾週 你們才會看不下去 其實我們37週到42週 都是可以生產的期間 至於什麼時候 叫做過期 我們醫生會介入 拜託你一定要來生產 大概42週一定會拉進來生產 41週以上多數 就會被拜託進來生產 我先講 今天做一個催生小教師 跟大家講一下催生 其實催生是中文取得不好 催生的英文叫做 Induction Induction翻譯成中文叫做 誘導生產 你覺得誘導是不是 比較好聽一點點 對 因為中文催好像一直在不取 那什麼時候需要誘導生產呢 基本上就是 他在外面的環境 比在肚子裡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拜託他出來 其實催生沒有那麼恐怖 催生常被問了幾個大重點 第一個催生比較痛 其實 是不是大家都很痛 其實催生沒有比較痛 其實是 生還是都很痛 一樣 這才是標準答案 催生沒有比較痛 第二個催生會不會比較危險 如果寶寶媽媽狀況 本來都是正常良好 催生這件事情 是不會增加生產風險的 另外一個催生現在進步很多了 我們常常講催生現在也很精緻化 我們生一個小孩 要怎麼讓他生出來呢 子宮頸要變鬆一點 子宮頸要撐開一點 子宮收縮要有力量 當然最好小孩小一點 可是我沒有藥物讓小孩變小 所以我就沒辦法 那這些藥物 以前可能打個針 就拼命把你擠出來 現在我們可能子宮頸放一點 要讓子宮頸軟一點 子宮頸可能塞一個水球 讓子宮頸撐鬆一點 同步上面再幫助收縮 這三管齊下 你的產程就會縮得很短 而且也很安全 另外催生沒有那麼及時 絕對不是7-11 你進去叮咚叮咚就有一個小孩出來 催生其實他這個情緒漸進 他有一些安全要求的 但是平常非常有氣質的依賴嗎 好像在生產的時候 會跟人家吵架 怎麼可能那麼難吃 我那時候進了產房之後 因為一開始是在代產房 然後真的進入產房的時候 然後本來在代產房 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上廁所 然後當時我是沒有便衣 然後一進產房之後 我那個便衣就很強烈 我就跟護士說 先暫停一下 我現在要去上廁所 我要上大號 然後護士又說 你剛剛如果在代產房上不出來 你現在這一股感覺 不是你的便衣 是你開頭已經下降壓迫到了 然後我還跟他說 No trust me 這個感覺 我已經感覺20幾年了 應該是不會錯的 我就是要上大號 然後那個護士又說 不管你怎麼說 他說好啊好啊 不管你怎麼說 你要上的話你就在產台上面上 我們會處理 如果現在讓你去 你就有可能會上在馬桶 就是你會身在馬桶裡 對 我說你這不是醫院嗎 我身在馬桶裡 我就按緊急急救了 你們再來救他就好啦 妳好強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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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很不愛我們兒科醫師喔 我們要去馬桶撈起來 護士就面面相據說 他應該已經痛到失去理智了 然後後來事實證明 的確是開頭下降 對喔 我也是錯的 對我是錯的 我也是錯的啊 我也是錯的啊 你還是20年生小孩經驗 一定不一樣的 對我是錯的 其實我們都能體諒 因為當下不只媽媽那個 Lost Hermione 就是她的喪失心智 是真的 陪病的人也會 因為我們更常見的是 老公口飆髒話 甚至露出要打人 但是平時是非常Gentleman 太誇張了 真的我們其實常聽好 但是事後生完很順利以後 他也來說對不起 我老公他就是沒有進產罰 對 他沒有陪我 我身兼素質 你身兼什麼素質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兩個家族的第一胎 那個時候很濃重 你知道嗎 而且他又進去了以後 那個時候外面大概人三人 二姑六婆三媽都來了 你知道嗎 在外面要看他要生產的人 大概有十幾二十個人 然後呢 有的會說還沒生還沒 有的說實產還沒到 甚至有人還說 好像再過一個時辰 生比較好 忍一下忍一下這樣 各式各樣那種 鹹鹽雜魚都出來了 你知道嗎 後來他要進去的時候我說 明明乾脆這樣 我知道我做這個決定 你可能會恨我 但是我必須要這樣做 你一個人好好進去吧 我的精神與你同在 但是外面這個亂象 必須要由我來制止 然後我就把他推進去以後 我就把他擋住 我說 No shall not pass 所有的東西呢 所有東西都我來handle 就是說有什麼問題 針對我來就好 結果後面馬來 果然那些三姑六婆 各種意見 都安安靜靜靜 就出來說啊 大家就開開心心了 所以一個在內一個在外 這樣感覺起來剛剛好 佩哥哈哈哈哈 你根本真的不乾淨是不是 你根本就是 我怕看到血會暈倒 其實現在更多呢 出來呢 我們會讓父親做斷棋的感覺 妳就沒有那種切斷 他就沒有那一個感覺 第二個呢 就剪彩的意思 這個快快剪乾淨 擦乾淨以後 我們會讓寶寶在媽媽身上 然後老公就在身邊 擦一張在場台上獨特的全家本 對沒有 他說沒有 就只有我跟女兒這樣接觸而已 然後女兒就被拿去洗衣洗澡了 因為那張圖 妳就變不出來 不過Paul我倒是覺得 有一點他算有道德 我們有時候在陪病家族 我們有一個要求 如果你真的身體不適會暈 要跟我們講 其實我們遇過 我自己有病人 有兩個真的暈倒過 都是那種個子很高 看起來很強壯的 就要顧你老公 要顧你就對了 一個是180幾公分 後來的結論是 真的太高的人不好說 他真的倒地上 第二個呢 是白人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問依萊媽 我對於白人陪產會比較尷尬 因為我們通常要暈之前臉會發白 可是白人臉發白沒有 真的 五種站起的意思嗎 我那個真的是白人 然後我就覺得 臉色不對 可是你看不出他白你知道嗎 就說你是不是不舒服 他又不太講話 我們說好那我們拿個椅子 讓他靠在後面坐一下 所以還是可以陪產 但是就我們在裡面 讓你好好休息 但賠的那個是 你以後無價 因為無法再彌補 剛剛Paul有講到一個 有一些三姑六婆 竟然還會要 叫你時辰說 再夾一下 再忍忍 下一個時辰比較好 或者是古時候還有那個 要提前的 其實這個你們都怎麼辦 自然生產 我覺得會比較少被要求這樣子 我們曾經也有自然生產 要求在某一個時段生出來 怎麼可能 我們醫療上可以小小控制一點點 比如說讓你積極陣痛一點 或者是你快要到了 我們就把如果是催生藥 我們就把藥降低一點 讓你那個時速稍微慢一點點 可是有時候是擋不住的 最好的時程是什麼時程 就是你有空 醫生有空 還有沒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生 那時候最好 你懂嗎 就像你不好 你去依然 你去依然吃拉麵 什麼時候最好吃 沒有跟你緊 你排隊一下就到 那種最好吃 對 的確啦 我們這個 現在明治音樂在這裡開了 不然那提前 我想說有時候提 那個要求 已經過分到我們兒科這邊 照顧那個出生的小孩 肺都還沒長好 喔 真的喔 對啊 插管幹嘛 何必呢 對他們來講 對他們就是說 只要命救回來就好 至少他生的時辰很重 我想說 怎麼可以 看我們過這兩天都很難講 又失聲重 他自己會選最好的時程 對 不過其實呢 我們剛剛講到很多豬隊友 我這時候還滿盡興 我老公沒有進去 因為我覺得我老公應該是豬隊友 因為我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進去 從前面一直問問問問 然後他到最後我進去的時候 他還不說 他就堅持不說 他不進去 因為他覺得那很丟耶 他覺得說 我不進去是一件很不MAN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我在被推進產房的時候 我轉頭看他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嗎 他在幫我摺病床的棉被 他不是 他在找事故 對 他在找事故 對啊 他要忙著 就是他要講 他說 那你要不要一起進去陪他 都沒有 想說很認真在折 他不想進去 但是他不敢講 可是我想說 他不進去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會是豬隊友 進去昏倒 小紅你老公有陪你進去嗎 對 我去那個醫院好像沒有選擇 他就是叫老公進去 然後我想說 反正你先生的先生 你都進去了嘛 然後我就塞了兩台 一台相機 一台手機給他 想說那你就要把那一刻拍下來 因為以前沒生過小孩啊 那看電視之後 醫生是不是抓著小孩的腿 拍他的屁股 就覺得這個畫面好美喔 我啊我啊我啊 對這個小孩以後是結婚的時候 可以在婚禮上播放 然後我就拿了兩台相機給他說 你就進去拍照 結果後來呢 我生到一半 我老公不知道為什麼 他竟然跑到醫生的背後去 那你知道那就是一個 discovery的生產紀錄片 對啊 然後所有照片 有那個醫生真的有抓小孩腳啊 可是背景是我的腿在鼻葉 然後就全部都是我下面 所有的背景都是我的下面 那個照片能留嗎 不可能用嗎 不可能用嗎 到底是他老公看到 所以沒什麼好意思 我就會生氣 我就把那些照片全部都刪了 結果我老公他只照了一張小孩子 血肉模糊的照片 其他都沒有照 但是好像進產房的時候 有些注意事項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提醒我們孕婦 或是提醒老公啊 這個意思 孕婦倒是還好 孕婦最重要的是 配合醫主 就是醫生叫你幹嘛 你就傻傻的配合就好 對於老公 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 不要逞強 你剛剛Paul是不願意進去 其實這個還蠻上到的 自己不行就不要上去 對 另外一種就是真的不要逞強 這個老子為了逞英雄進去 反而不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生理不舒服 要跟你的醫生講 那所以剛剛提到的生產計畫書 我正建議先寫 我們有那種臨時 我們期檢都已經檢下去了 他突然說 我可不可以檢期檢 那我說 那剩下這一段 你要不要再檢一次 所以有時候要先講 那很多的 我覺得人生是可以計畫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生的少 對於懷孕的過程 做得很好的計畫 甚至代產很好的計畫 像我們醫院有水中生產 他也有 加溫柔生產 加賠產員 他就是完整的計畫 最近大家網路上 一定會瘋傳水中生產的全感人紀錄 爸爸就在背後摻扶著 所以他會共同感受 那種小朋友一起出來的那個過程 正出來以後 他還有一些配套措施 寶寶可能要放一會兒 他期待不會忙切 他就直接抱著就在你身上 所以你同時可以感受到那個過程 那陳醫生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 現在有很多新的生產的配備 包括我之前那時候生的時候 他們說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直接病床在那裡 然後直接就推到那個地方 然後就像機器人一樣 然後就變成你的產房 你覺得那個是多花錢 還是其實是需要的 這個叫熱德房 其實這個就是跟美國很像 美國生產 他一直覺得 他是一種很sweet 跟全家一起參與的事情 所以他應該變成生產的環境 應該就像在家裡一樣 所以佈置的也像家裡一樣 第二個那個產台 本來是一般淡材床 那的確就是像變形金剛 裝好就可以在那邊生 你都不用移動 對 那熱德房多數會加一點錢 因為光那個房間 還有也會有一些配備需求 那如果以我的建議 我非常支持 在於 你進去生產房 頂多老公一個人進去 因為他有一些環境的限制 對 熱德房我們曾經 最高你知道有幾個人嗎 幾個人 18個人 哇 土樂會 天啊 這反抖 對啊 看你真的BV嗎 對啊 我就是在熱德病房 就是生產的 真的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開始是催生 所以我催生的時候 是在一個病床上 但是我後來 開始有產照的時候 結果他就立刻 就從同一張床 就直接把我推到 熱德病房裡面去 對 然後熱德病房裡面 非常的舒服 它裡面還有音樂 很好聽的那種 很抒情的音樂啊 那種很古典的音樂 然後我就這樣躺在上面 而且我躺在上面 我真的要睡著了 就一點那種 產成的感覺都沒有 都沒有疼痛 因為我有打無痛分明 然後我就說 我可以先睡一下嗎 因為醫生還沒來 好自在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真的就大概睡了 半個小時之後 然後醫生來之後 我就這樣很順利的生產 但是我不知道 可以邀請這麼多人進來 早知道我就多請求 你這一段 我們整個聘請過去 他們一樣出呼吸 賣票吧 我就請了我老公一個人進來 然後他拍也拍不好 都拍到醫生的頭 我們這裡都很專業 對啊 我非常鼓勵可以在樂德爾病房出生 所以你會覺得很 有安全感 非常安心感 然後你會覺得在家的感覺 然後很舒服 醫藍媽 你前面跟護士吵完家之後 後面有好一點點嗎 我剛剛聽那個保安醫生說 那個就是生完之後 第一次親密接觸 我其實沒有做到這一部分耶 就是生完之後 護士不是會說 媽媽你要抱一下孩子 就是第一次親密接觸嗎 然後當時我覺得我生完之後 已經虛脫了 其實我害怕說我抱他 趕快可能不小心掉到地上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不用了 謝謝 然後 昨天那個護士不是會幫你洗乾淨 然後送來 我一看 天啊 寶寶好漂亮 我昨天是怎麼回事 我一定是生產完太痛了 就神志不清 所以我好後悔我沒有親密接觸 沒有耶 沒有耶 我現在很感動耶 那放在這邊很感動耶 對啊 懷疑他就其實是放在這裡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也是累到不行 可是他放上來你就真的覺得 哇哇 我上去月好好穩 真的很好酷耶 對 聽說這個動作好像算重要是不是 是是是 為什麼 就是在那之前有任何的不愉快 在那一刻都結束了 就是罵故事的罵故事的 對啊 打老公的打老公的 都一筆勾銷 對 但對寶寶也是很好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都很建議 就是媽媽跟寶寶能夠常常有親密的接觸 肌膚貼肌膚 早產人也是 那這樣的話對孩子的整個安定 你知道他剛剛從一個隧道擠出來 然後又有人這樣摸他搓他的 其實那一刻他感受到你的皮膚 然後聞到你的味道 他就會知道這個地方是安全的 他真的知道嗎 他會知道 他會知道 他會記得嗎 漸漸其實他的大腦就會冷靜一下 可是我還聽說 就有些人還蠻建議說 那時候就直接補乳 那不是逼死媽媽嗎 他其實也沒有真的要你非得 搞出一滴乳汁 沒有啦 只是就是讓寶寶怎麼會 對 試試看 我是直接補乳的 就從來這邊就開始問了 你直接補乳 媽媽生產前有什麼要注意 好像很多疫苗要打對不對 哪些該打哪些不該打 一個就是所謂的 因為白日殼現在在美國或某些地方 有一些傳染 所以在目前24到34週 我們會建議媽媽施打 施打的好處也有一些主動免疫 以後可以帶給寶寶短期的保護它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MMR MMR就是德國麻疹疫苗 德國麻疹我們在產檢當中會檢查看看 你有沒有得過德國麻疹 如果你沒有抗體 萬一得到很麻煩 可是你已經來產檢 你已經懷孕了 所以我們在產後住院期間 我們會建議把沒有施打的人補打上去 那第三個最近比較流行的成人疫苗 就叫子宮頸癌疫苗 子宮頸癌在六個月之內要打三針 剛好就是它生產完打一針 回診的時候打一針 然後之後三四個月再回來打一針 這樣它才會乖乖的把針打完 了解 那可是不是有一些年齡的限制嗎 對 子宮頸癌疫苗 九到二十六 二十六到四十四 其實多數目前生產的媽媽還是可以施打的 所以我們是建議 但是還是看您的需求 還缺一個流感疫苗 對 所以大概我整理一下 就是已經懷孕的媽媽 大概正在肚子有小孩的媽媽 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是剛剛保倫醫生說的白月可疫苗 而且記得這個白月可疫苗要 快要生的第三孕程 再打 因為你太早打 把抗體沒有辦法保護 你知道打百藥可疫苗是為了保護你的寶寶 對你那沒什麼差別 那流感疫苗也是同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可以保護你的寶寶 大概六個月左右 就出生之後六個月 那因為流感疫苗都是每年固定的時間 所以你就沒有gain在哪一運程 反正你剛好碰到十月 你就剛好那個時候 沒錯 那流感疫苗 當然我們剛剛說保護寶寶有一點消極 其實也包括保護孕婦本身 沒錯 因為孕婦本身得到流感也是重症的危險 沒錯 那其他的疫苗就是在沒有懷孕的前或後 像剛剛講的這個MMR 麻疹的疫苗 或者是子宮頂癌 那就是你肚子已經卸貨了 或者是你根本還能懷孕前 沒錯 這些答案這樣 了解 謝謝兩慧神 在這邊就開始問你 你直接哺乳 你好忙喔 好厲害喔 躺在這邊他就開始吸 而且他一巴上來 他就知道怎麼 就開始吸了 真的喔 很厲害 那這樣子會刺激我們以後 譬如說乳汁比較多嗎 會 會 那第一課 因為他反正他身體還 熱量還夠嘛 還夠撐個一兩天嘛 所以那個時候 你如果已經有這個刺激 那你知道那種一個暖流 我不曉得媽媽都會這樣講 就當他吸上去一個暖流 就覺得 然後之後這個乳汁就會出來 對啊因為剛生第一胎的時候 不會餵奶嘛 然後只要任何醫生護士 或者現在都會有母乳協會的人 進來問他 假如說媽媽那個餵奶方面 然後馬路給他看說 那你幫我摸摸奶 幫我揉一下 因為他會按摩 因為我沒有奶啊 我小孩就一直吸吸吸吸 吸兩個小時 他都吃不飽 然後就一直大哭 然後所以任何人來 我就希望他幫我按摩我的奶 然後呢我小孩很討厭 因為他大概是吃了大概兩個月 然後你假如他送出去15分鐘 他就餓了 因為都沒有吃到 然後護士就會打電話來說 媽媽寶寶餓了喔 然後他就會再把小孩推過來 然後我真的 而且半夜 那個半夜我聽到電話鈴聲 是很可怕的聲音 根本就不想要接 像躲殭屍一樣躲在床底下 根本就不想要再接他來了 可是沒辦法 因為他一直吸 他吸到我那個胸部都破掉了 然後所以我每天都晾在那裡 他那個哺乳液不是一個洞嗎 對 被衣服磨得很痛啊 對 所以我都把它打開來 你知道兩個 兩個每天就掛在外面 而且我告訴你我住健保房 五人房 不過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每天我們臉子也都沒有拉 然後每天就在晾我的胸部 可是我覺得餵母乳 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 包括 你剛剛講的母乳學 就是要餵母乳 才會對小朋友好 然後或是一直打電話鍵 其實那時候已經很不舒服 一直關切 然後我想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勞過我一下下 讓我好好的睡一覺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其實那麼虛弱 那麼需要人家幫忙 然後你們一定要朝我們 其實盡力就好 對 絕大部分的婦幼的診所 現在都會提供母乳青山的政策 它會比較彈性化一點 那比如說叫你好好餵奶 就好像人一本書給你兒子 叫你好好唸書 成績不好怎麼辦 於是多數醫院會有所謂的普魯顧問 或者護理人員會不斷地協助你 那餵奶的基本原則就是 盡早餵盡量餵 但是把還有就是包含寶寶的知識 含奶的知識盡量讓它正確 那這個東西也不要急 因為真正未難要七天到十天才穩定 絕對沒有人兩三天就會 所以網路的新聞也不要太看 覺得兩三天怎麼還胃不好 你就很挫折感 你心也要準備 十天以上 還沒搞定 怎麼辦 那大不了會賠幫奶 答案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壓力就會少很多人 就你不是三天就要畢業考 你是十天十四天 那第二個旁邊的人就是 豬隊友要變成神隊友 神隊友要扮演一個救援角色 就是不要給他壓力 我不太贊成爸爸去幫忙擠奶 除非有深仇大恨 但是呢 因為這過程你必須跟他fighting 你要跟他打仗 因為你一旦讓了 讓了什麼呢 讓他去吸奶瓶 因為你沒有試過 乳頭是非常難吸的 對 他要很費力 可是因為費力 他的口腔的用力 頸部的用力 才會促使他整個神經學的發展 肌肉發展很好 所以不是只有餵母奶的乳汁這件事情 其實餵這件事情 尤其親餵是重要的 那寶寶最好是這樣子 可是你在鬥爭過程當中 你讓他吸了那個奶瓶之後 各位奶瓶 那就不吸了 我女兒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在餵的時候 然後我大概兩三個月 那時候沒有那麼 就是奶已經沖上來了 可是因為旁邊的人 就我媽 她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馬上又要吃奶了 可是到底沒有奶是不是 因為她覺得我奶小就沒奶 對 然後就會變成說 那你乾脆餵他奶瓶 那他真的吃了奶瓶 就是吸了以後 他再也不吸我奶瓶 我好難過喔 我真的很難過 他再也就拒絕我 我原本是親胃的 可是他後來真的 就一直搖頭不要 我真的 那一刻我很難過 但是旁邊的人會覺得說 啊小孩有吃飽了 有吃飽了 有在吸 喝奶粉也OK啊 沒有關係 那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不被需要 對 不被需要的感覺 很不好 所以神隊友就很重要 神隊友其實 最好的人是先生 因為先生要站在太太這一邊 其實寶寶很難被餓到 以現行的環境來講 如果 因為衛奶你知道 有些觀察 包含他的尿布啊 排糞啊 那些都可以做參考 前七天一定比較不穩定 媽媽會很多緊張 而且前七天很多小狀況 包含喘啊 不好啊 很多 你如果剛好餵奶會不好 絕對所有人都會攻擊你 是餵不好 對 但是十天十四天以後 其實真的會穩定很多 而且那個互動感會好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 神救援的先生就是 這時候要站在太太那一邊 不要給 就是把三隻人的精神拿出來 要找出資源 但是要幫他擋一下 擋一下 就是 有些什麼那種嫌言嫌言 就說不要 我說了算 我跟我老婆說了算 其他人住嘴 這是我救你 對啊 不過其實我覺得 你現在遇到這個生產過程 都是一個 有點辛苦 但是很美好的過程 就是希望旁邊 可以多多給我們支持 但是我真的覺得 生了小孩之後 人生的風景非常的不一樣 讓所有小孩都可以快快樂的長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晚上好媽媽好 整整市長說 補充互動跟今天拜拜 其實我們都知道 母奶對小朋友很好 可是其實在我們生完小孩之後 母乳的量 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控制的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就是可以讓我們母乳 可以多到小朋友喝不完這樣子 給大家一些小的觀念的修正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餵母奶應該是產後再來處理 現在的觀念大概34週開始 如果有需要 有一些補充品可以協助 像軟瓷子 軟瓷子它可以讓乳管的發育 比較好一點 也比較順暢一點 大概3、4週就可以開始建議補充 另外一個3、7週 就可以開始試著做餵母奶的動作 也就是乳汁 你乳頭可以稍微刺激一下下 這是有助於你之後餵母奶成功 當然生產以後最重要就是 及早接觸寶寶 及早讓它吸 寶寶有需求就吸 那另外湯湯水水多補充 湯湯水水當然現在很多發奶的食物 我們就不一一介紹 但是只要 高熱量 好的湯水 蛋白質補充 還有要有一顆愛心 一顆愛心就是不要嫌煩 你心情煩 我跟你講你的奶水會變成一個好喝 應該小孩會吃到 還有愉快的爸爸也很壯 其實餵母奶最大的重點就是 你不能有太大的壓力 當你開始覺得說 非得餵不渴的時候 你失敗力就會增加 那你覺得說 我餵奶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有 我們就很得到祝福 沒有的話 我們就慢慢來 有人跑得快 有人跑得慢 我慢一點而已 所以稍微在中間這個反衝期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配方奶 不要怕 但是只要你心情是穩定的 其實根據我們的研究 餵的時間反而更久 我應該早遇到你們了 我們當時沒有奶的時候 我就一直哭 哭到月子中間的小姐 寫卡片給我 然後他們買母乳茶給我 我就說加油一定可以的 結果還是很少 最後才發現 好像喝珍珠奶茶有用 哈哈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